检任人员来到柯文哲家大门 穿着黑西装外套的就是北检天下第一组 中组新任主任检察官江珍玉 带着其他检素黑金专股的检察官来 后面穿过人群的则是连政署副署长林汉强 为的就是要查清楚整个金华城案 但这阵容可不一般 台北地政署侦办金华城的案件 是由检素黑金组的中组来调查 那除了承办的检察官会晓得 香月以及检察长 甚至连法务部的部长都会知道案情的进度 因为他们要约谈的人身份都很特殊 牵涉到这么多敏感人物 还要比对不法金流 承办检察官就是检素黑金专股的林俊妍和郭建玉 其中林俊妍专门办贪污治罪 对于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收入认定 有深入研究 另外就连也是检察官出身的连政署副署长 也亲自到场 是否有十足的把握才行动 不过从8月12号开始 这一连串密集的约谈动作 直到居提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约谈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之后 才有了更大突破 承认出两个人有收受贿赂高达4740万元 两个人受压之后 检方是否想加快速度收网 才会紧接着搜索柯文哲住家再约彭震生 但最后一人受压一人无保请回 意味着缺乏直接证据 北院的裁定认为 柯文哲涉案的程度上有待调查 代表检方可能还需要提出 更多的直接证据 才能证明柯文哲确实有涉及本案 看似检方一切合于程序规定 却在柯文哲在讯问中 丢出想休息反家之后 开始变得荒腔走板 先是被怀疑丢出70万 还是170万的数字带风向 后来更被法官认为 柯文哲最嫌不重大 甚至又冒出有共犯 可能前逃在外 一连串让人物理看花 至于检方没把握办案 还是留守还没亮出关键的牌 TVBS新闻成员叶军较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